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先生 别着急 闷闷闷 我就是想问问你 这封信是怎么到你手的 这个 三天前 有一位先生在小店喝酒 看样子 像是在等什么人 老板 有纸和笔吗 有有 拿着 谢谢 那位先生写完信之后 就把他交给了我 还给了我十块大洋 他交代我一定要把保管好 如果三天以后他回来了 就把信还给他 如果没见到他 就让我把信送到毕先生您这 那之后呢 他是怎么走的 来了一辆车 把他给接走了 什么样的一个人 天黑 也没看清楚模样 好像是个胖子 那他当时手里拿没拿什么度 拎了一个箱子 好像是出门的样子 肯定是度 太感谢你 这封信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合 真是太感谢你 这个你拿着 不敢当 不敢当 那位先生他已经给过了 应该了 那就多谢先生 如果有人再去找你的话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倒不用 你就照实说就行 好 我明白 我明白 现在有了这封信 我马上就可以抓杜邦了 就这么几行字 不可能置杜邦于死地 毕竟张某和杜邦的身份太特殊了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杜邦也绝不会因为这叶纸 就可以认罪 如果我们操之过急的话 对我们没好 等等等 这到底等着什么时候吗 喂 喂 毕先生吗 是我 我 老葛 你在什么地方 杜珍珍是不是跟你在一起 是才活着 你现在赶紧过来吧 出大事了 我现在只能靠你了 那 我就在这等你啊 好 谢谢你 毕先生 你可来了 你得帮帮我 师父 菲尔出事了 是 都是我跑 我现在知道你们什么关系 也知道菲尔 你都猜到了 那我也就不瞒你了 菲尔 你别说这么多了 不跟珍在哪儿 在里面呢 带我见你 好 费事 记得欣赏 不愿意 她 又要是 最爱的 赵真真 毕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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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真 毕叔叔 真真 ção真 你害怕 会没事的 她 国家 北叔叔 你赶快带我回去吧 他们两个都是坏蛋 他把我扣在这儿 还说我爹是坏人 金珍 你放心 叔叔来就不反对人家了 你说什么呢 毕先生 我是请你来帮忙的 菲尔现在还在杜邦手里 你把他女儿放了 不是把菲尔往绝路上逼吗 你们绑架珍珍 已经成事实 而你们对杜邦只是怀疑 我现在已经掌握了 杜邦的犯罪证 毕叔叔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和那些坏人 说一样的话 也许你不愿意想 你爹确实做了很多坏人 包括杀人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他们才是坏人 我爹不是坏人 珍珍 我告诉你 菲尔的父亲 就是被你爹害死的 张萌也是被你爹害死的 张萌已经把你爹的罪证 通过小酒馆的老板 交给了我 珍珍 你回家告诉你爹 是我把你罚了 我爹杀人 我不信 我这样就去问个明白 珍珍 毕先生 你真的找到杜邦的罪证呢 没有 老爷 老爷 小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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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 你没事吧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只知道是毕叔叔 他妈的果然他们是一伙的 不是的 爸 是毕叔叔把我放了的 他就这么把你放了 爸 你先告诉我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有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你有没有杀过人啊 飞儿的爸是不是你杀的 爸 你怎么了 孩子 被他们吓糊涂了 我没有 爸 你知道是谁把我绑起来的吗 飞儿 我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可是 他们说你做了很多坏事 毕叔叔说 张萌留了你的罪证给他 上面什么都说了 还说你是怎么把他给杀死的 张萌 是啊 毕叔叔还说 他留了个什么东西 在小酒馆里边 杀了 你给毕凡送过信 是 是啊 谁给你的信 就 就在三天前 有一位坐着这些的他贴我的 张萌 是 是 先生 我没做错什么吧 我跟他放 你单狗放 杜邦 我和毕凡真心实意的邦领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少奶奶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一起打死我 杜邦啊杜邦 你也太会演戏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 你是因为良心上过不去 才救了必烦吗 你要真有那么一点 小小的良心的话 丁雪如也不至于死不瞑目 我 他们什么我 是因为丁雪如知道你的脑底 所以你才害死了他 是因为毕凡现在还蒙在鼓里 所以你才救他 你盘算着 如果哪一天毕凡真的活着回来 你还可以利用他 如果毕凡现在都死了 你害怕我连你也给捉了 对不对 王예요 王 十年了 我们又见面了 曹conom 好 我的今天也就是你的明天 早晚的事 爸 你上哪儿去了吧 我担心死了 爸 你这到底怎么了你 你别和我说话 你去给我倒杯水 我是杜邦 我想跟你谈笔交易 什么交易 张猛不是有一份东西在你手里吗 是的 我都看过 写得非常清楚 可是飞儿在我手里 看在你我交情的份上 咱们能不能换一换 换 对 你我好歹 十几年的朋友了 我想跟你谈谈 可以 我可以跟你谈 爸 睡了 爸 张猛他到底留下了什么 你到底怎么了 珍珍 你什么都别问了 赶快走 爸爸一切都给你安排好 等我处理完手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回来接你 爸 我们为什么要走啊 听话 赶紧走 别在这捣乱了 好吗 爸 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难道你真的做了亏心的事 爸 爸你告诉我 这都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你闭嘴 你懂什么呀 我这一切不是为了你呀 你做人就得 做出个样子 人活着就得活个体面 你以为你有今天的日子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没有资格跟爸爸这样讲话 赶快走 爸 那你呢 你和我一块走吗 你别管我 我没事 你不走我也不走 傻孩子 爸爸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还不都是为了你呀 就是为了你能过上一个体面的日子吗 如果你要有个闪失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那你就和我一块走 我不要过什么体面的日子 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你不懂 你不懂 这是男人的事情 跑不是我杜邦的做法 我要活 我就活个体体面面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 你不信 你个张猛 才能把我怎么样 你现在就要去找杜邦 那你怎么跟他说呢 现在我们手里只有这一叶纸 像他那样的老狐狸 不会承认的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想法 不然的话 菲尔倒了他 这么说 你纯粹是去炸他 这太冒险了 他万一发现的话 栽赃绑架陷害 所有的罪名全都是你一个人的 到时候你不但救不了菲尔 连自己也保不住了 他是现在让我带人把杜邦抓起来的 在我和杜邦之间的事 没有了解之前的最好的事情 可是 等时间一到 要么抓杜邦 要么抓 那我跟你一起去 好 我也去 你别去吧 我不放心 我们走 周明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集合寻补 哦 喂 杜邦 杜邦小姐 小废话 你的子气快到了知道吗 把他给我看住了 跑了我拿你试问 走 混账 放了 晨晨 爸爸 老不了你 你看什么看 站住 爸 给我闭嘴 什么都不许说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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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人家 您 可以 来 您 有人 给您 您 坐 好了 我们 不是 做好 一样的 我也不怕 太恐怖了 一般 嗯 你怎麼來了 我要和你一起進去 大家一起進去對事情不好 我看你們還是在外面等著吧 那你自己千萬要小心啊 放心吧 杜總擔長久等了 等少爺還不是應該的嗎 我早就不是少爺 你也不是當年的杜吧 請 東西帶來了嗎 張馬的東西 在這兒 菲兒 你連東西都不讓我看一下 我怎麼能相信你說的就是真的呢 除非你把菲兒交給我 你肯定我會把菲兒交給你嗎 那麼 你就不怕我再有備份 哼 乍我 張猛留下什麼東西 你自己心裡最清楚 我當然清楚 我還清楚你現在想什麼 你信不信 你想 張猛會不會這麼做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張猛跟了你這麼多年 你的事他最了解 可以他當時的處境 他會坐以待斃 就算他不能自保 難道他就不會報復 好 就算是張猛狗急跳牆 留下了什麼東西 可他現在死了 一個死人說的話能算什麼說 死無對證這句話 你不會沒聽說吧 你怎麼知道 他死了 張猛的屍體剛剛被發現 尋捕房就封鎖了消息 密布發喪沒有人知道 你是怎麼知道 還有 你一個人去江邊去做什麼去 你又去了張猛去過的小酒館幹什麼 就憑這一點 你有再多的嘴也說不清 出發 好 畢凡 就算你說對了 我倒想聽聽 張猛他到底說了我些什麼 好啊 那你就聽著 張猛說得非常清楚 他首先說了你是怎麼發急 當初你一到上海他你就投入了黑社會 後來你借自己的職務跟譚世傑勾結在一起 他作案你破案 就靠這 你一路升遷 譚世傑還打壓了一擊 張猛一時是跟隨你的小弟 所以你幹了一切事 他都寫得非常清楚 證據呢 證據就是你偷了玉蟬褲 又陷害了李總他們 最後置他們於死地 不對吧 這件事情當時你已經說過了 也還了李總探長一個清白 偷玉蟬褲的應該是一支霉 你錯了 張猛寫得非常清楚 他說玉蟬褲第一次丟失 是你偷的 第二次才是一支霉頭 他還故意遣到譚世傑家藏好余蟬褲 引我來調查此事 這是個一支霉 你就是讓一支霉來替你頂罪 遮人耳利嗎 其實當時我已經有所懷疑 可張猛已經明確說出 就是你殺害的李總探長 而嫁禍給了一支霉 搗亂 你可不可以 保持人數 你可不可以 我為了 我為了 你被一支霉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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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